这个空前的盛况是在1975年 台湾基督教界为了联合庆祝福音来台110周年 特邀享誉国际的格里汉牧师来台步道 当时可说是万人空巷 五天的步道会吸引了超过25万人参加 被誉为美国牧师的格里汉 他的步道足迹遍及全球六大洲 他强而有力地讲道信息 很快地在世界各地掀起福音旋风 再加上当时透过电视与广播 成千上万的人争相排队 只未听闻他的步道 他以自然而言为一个圣诞人 因为他的主要是 引导人到耶稣的主义 主要是宣传祝福音旋风 他是宣传祝福音旋风 他生了以为人们表达祈福音旋风 结束了长达60年的步道工作 为了将其事工继续传承 他的团队有了成立纪念馆的想法 但他却是相当排斥 甚至反对使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我先说过 他的名字很敬虔 所以他对他有一个宗教室 他没有在意义上 他在几个遇上说不 但当他们回来 他说这宗教室 这建议 这宗教室 并且会认为了一开始的 他目标就是 Jesus 所以每个人一位的在习近道 听到他人听到他们的信息 所以我们知道在任何日 的人会来到 Christ 而不过他学习的 他在习近的意义 他在习近习惯他做了 这部位的建议是一堵建议 这建议在我身边是一堵建议 它是一堵建议 它是一堵建议 最主要的建议是一堵建议 祝福祂使用这些人来说 很多人来通过这些地方 格里汉牧师的步道生涯中 走过185个国家 超过500场的步道 3亿人听闻他的福音 200多万人回应他的呼召接受福音 2018年2月 格里汉牧师蒙主恩赵享年99岁 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再听闻他的步道 但今天透过镜头 要带领你走访格里汉纪念馆 来一趟信仰之旅 欢迎来Billy Graham Library 格里汉纪念馆 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第一大城市 夏洛特西南郊 距离夏洛特市区约10公里的车程 纪念馆占地20公顷 设计理念是一个农场的古仓 象征一个足迹遍布六大洲的福音步道家 却只是来自一个频繁农场的男孩 而纪念馆内部则有着四万平方英尺的宽敞空间 透过丰富多样的多媒体形式呈现 传达简单直接的福音信息 这里也收藏了格里汉牧师历年走遍不同国家 所收到的礼物 艺术品 呈现了上帝使用他的生命 传扬福音给不同族群的人 这很震撼了我 但也给了我第二次看 在我的生命 在我的爱上基督 我认识 这很震撼了 看着 everything 我的天啊 他有很多生命 而在广外 会看到这个传统的农场房舍 这是格里汉牧师从九岁起到上大学前的故居 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一窥他早年的生活样貌 宽敞的客厅空间 餐厅 起居室 书房 所用过的圣经 厨房 再来是祷告花园 走过小径就可以通往格里汉牧师夫妇的墓园 简单的两个墓园 彰显他们单纯谦卑的生命 一种美丽的事情 她一直说到她的生活 是她感觉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多 但她感觉到中国人是一个女儿 所以在她的墓园上 当然是有中国人的正确认 那是鸭在我 这就是耶稣的故事 在梁克林的墓园上 是一个很简单的词词 一个词词 2022年11月 是格里汉纪念馆最新成立的 档案和研究中心 正式对外开放 这里收藏了格里汉牧师历年的步道内容 论文和文物都集中在此 丰富的研究资源 采预约的方式 开放给希望在这里进行研究的人 这很有趣 他感觉他最大的传统 他说会在教育 我会在教育的大传统 大传统 他说他在教育 在教育的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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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建议和教育的大传统 在他最后一场步道会中说到 在游历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有一句经文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 我不以福音为耻 只有一个福音和一条道路通往神那里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 那正是福音的核心 也是我们一直所传扬的 愿福音步道的事工 因着格里汉纪念馆继续传承给下一代 以不同的方式传扬救恩的福音 感谢观看